水竟然能做到比刀还锋利 可以切割万物 你敢相信吗 水滴石穿想必大家都听过 但是水珠的威力道具有多大 你可能还没见识过吧 水珠的最高压强可达600M帕 钢化玻璃在它面前犹如一张白纸 可以肆意作画 河北小伙在一次配合相关部门销毁弹药的过程中发现 传统的切割方式会出现高温 明火和静电的情况 无法应用于核弹的切割 一般会采用焚烧或爆破的方式 不仅危险系数很高 还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伤害 面对这样的窘境 它发明了水切割的方式进行销毁 水切割与传统切割的最大不同在于 它的使用更为安全 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传统切割导致高温的情况 不会产生明火等危险状况 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 水切割主要利用水与木料的混合 当加压到一定程度后 通过水枪喷射出来 完成对物体的切割工作 一颗核弹只需要20分钟 工人就可完成高难度切割工作 不仅切割效率高 还可以保护环境避免污染 由于水切割的安全性高 目前已应用到很多微化领域 如油灌车的切割 煤气罐的切割等 发明源于生活 科技改变未来 为它的发明致敬 都可以保护环境避免污染 就会保护环境避免污染 就会保护环境避免污染 再次发明致散污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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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环境避免污染